台中捷運砍人案台中地檢署 经过密集调查证讯一个月后 认定20岁洪信凶贤是预谋犯案的 而且他心智正常 在今天上午依杀人未遂罪嫌 将他起诉 先听一下检方最新说明 而检方在整办过程中 包括向法院申请搜索票 指挥警方南下高雄住处搜索 也向高雄市卫生局调阅洪信凶贤 过去的就诊记录 检方查出洪信凶贤 因为家庭和求学的因素 对社会产生极度的不满 在今年4月就预谋要杀人 目的就是要让全国民众 看到自己 而原本预谋是要在5月20号 在台中捷运站持刀杀人 但想到21号就是 北捷杀人案发生10周年 因此才会改在21号来行凶 而在复讯时 洪信凶贤面对检察官的问题 一问一答 并没有答非所问 显然精神状况没有异常 综合考量后认定他心智正常 因此向法院来申押 而非申请暂时安置 今天宣布终结 依杀人未遂 伤害恐吓公众 及恐吓危害等罪嫌 将他起诉 依杀人未遂 伤害恐吓公众